你不可能40多岁的时候 你还要玩prank 你不觉得自己很chip的吗 我觉得你自己很chip啦 有几个YouTuber我是蛮欣赏的 叫伟红 培勇啊 培勇他是一个有料的人 当我做演员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条狗 我是Isaac Hall 何庆文 我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近期内是做导演 演员还有主持人的工作 我从小的梦想呢 其实是要做主持人的 几乎每一家电台跟电视台的 主持人争选活动我都去过了 然后都不成功的 很多的电台 那时候在招募DJ的时候 他们都是招募黄金时段的DJ 早期我的华语会比现在更加的烂 为什么要我讲华语 你们黄金时段的那个节目 不是要广东节目吗 然后到最后他们就选了一个 会讲华语的人去主持广东节目 我过不了自己那个坎嘛 你讲我华语不好 我就去找马来西亚最厉害的华语老师 陈立祖老师去教我语音 我上了两三年的课 牺牲了自己的时间跟健康 而且我还牺牲了我的尊严 当我那时候还是新人的时候 我就offer自己 去一些唱片公司 朋友 跟他讲说 不如我免费帮你做主持啦 这样子 他们拒绝我啊 如果你把自己定义成廉价的话 别人自然也会当你是一个廉价 没有价值的东西 最近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很爱演戏 我一路以来可能我把我的导演的工作 把我主持人的工作 演得比别人好 所以才会让别人注意到我 我觉得演员这一块 它能够让我去到另一个层面的了解自己 当我做演员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条狗 在拍戏的时候 不是演主角嘛 演特约 特约就跟 Calefe同一个category 吃饭的时候 做只是放主角配角的食物 我们的食物是放在地上的 而且是打包了几个小时 一开的时候 那个饭盒已经是歪掉了啊 然后已经很多的 这种气味这样子的东西 好像条狗这样 我就告诉自己 迟早有一天 我的饭盒是要放在桌子上的 我好歹也是一个导演 为了兴趣去演戏 这种也算是委屈 委屈 来到你身上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内心不够强大的话 可能那时候我就离开了这一行 OK 当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你除了能够怪自己之外 你还能够做一样东西 就是把自己提升 Sanley Cuoco 也讲过啊 十年前你看我不起 十年后你看你自己 从一个人的收访里面 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回我 访问了他过后 我又想起我以前的事情 这个网络 目前来讲还需要我去 继续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网络太多没有营养的内容 只不过我成为一个过来人 我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YouTuber是时候要 upgrade他们自己的内涵 你不觉得最近的网红有点不红了吗 本来只是网红在网红圈 现在不是网红的人都要走网红了吗 而且观众群会长大 当他长大的时候就会追求有营养的内容 我建议他们读多点书啦 可能你前期的时候 你进入这个YouTube 做网络内容的时候 你没有idea 你可以参考国外的内容 或者一些狗狗姐姐 他曾经是因为prank而红的 只不过你做了三年五年 你自己有名气了 不好听一句 好心你upgrade一下啦 就你不觉得自己很chip的吗 我觉得你自己很chip啦 不过讲真的 有几个YouTuber我是蛮欣赏的 叫伟红 培勇啊 培勇他是一个有料的人 他也是有做prank的 如果你的prank是为了 带欢乐给大家的话 我觉得是ok的 你为了伤害别人 你以为很爽很好笑 我觉得这个是很低级的作品 不好听一句 你不可能40多岁的时候 你还要玩prank吧 讲真的 你现在做网络 为什么讲不好听的东西 就是酸民叻 首先你的内容有没有道德 你的内容有道德 你才能够用这个什么 道德绑架的去标榜别人 你的内容没有道德的话 你为什么讲别人道德绑架你 有些网民会在我的作品下面 会人身攻击我 其实很多网民讲的 说到白一点他们都为了发泄而发泄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好啊 我做了一个作品过后 会让到你写了一堆这样长 他要骂我也是 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因为我们在探讨的是事情 只不过如果你人身攻击我的话呢 我会让你无地自容 我宁愿活在自己的期望 都不要活在别人的期望嘛 当初我曾经委屈求全 把自己免费当别人主持 都被拒绝的情况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要放弃 只不过那时候我的确有很大 我不会觉得不值得 我所有的牺牲我都觉得值得 而且我不把它定义为牺牲 因为你是走着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还没有达成 你为什么会觉得牺牲 以前曾经看不起我的人 他们现在已经不在线上了 他们已经在娱乐圈混不下去了 如果别人看不起你 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可能你实力太强了 你来势熊熊 然后你甚至当这是一个好事 你把别人的看不起你 化成动力 有一天我会比你强 应该可以用陌生人 去形容我的爸爸 我就进入那个忧郁状态嘛 看着乐落 无端端哭 我以前有曾经自杀过两次 在我小的时候 别人问我 喂 你出柜了是吗 很多人会排挤同志 是因为他觉得同志是另外一群人 人找工作 工作找人 如果你需要工作 你需要人 就来到铁方芒